第四十三集,嗯,就是说,他的元神丢了,不在体内,老人家看了魏无仙一眼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这么好看的一个孩子,可惜了,若是元神找不回来,一辈子就只能在床上,靠营养真度残喘度日。 前辈,不是,老人家。 你既然能看出他是丢失了元神,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是不是? 不是,蓝湛三步并坐两步走到老人家面前,抓住人胳膊的双手都在不停颤抖。 他知道魏无仙的元神去了哪里,那边的魏无仙没有成年,元神还没清醒,被那个世界的肉身困在体内。 可是,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去,我只能看出,他的元神不在体内。 至于丢在何处,我就不得而知。 或者说,是天机不可泄露。 不过,还要看你们两个的缘分。 有句话,叫做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 老人家说完,抬手拍了拍蓝湛的肩膀,轻轻摇了摇头,然后转身离去。 念念不忘,必有回响。 蓝湛反复默念着老人家的话,等他回过神来,快步走到门外。 才想起之前忘了问老人在几号病房。 走廊里的灯光,似乎比方才亮了几分,大概是值班人员将其修好了。 算了,太晚了,等明天,再问问老人家住在几房几床吧。 蓝湛回到病房里,给魏无仙擦拭了一遍身体,又给人做全身按摩。 卫英,你放心,我一定会想办法,把你的原神找回来。 退一万步讲,就算我穷其一生,也找不到回去的法子。 我也会陪在你身边,照顾你一辈子。 骨节分明的大手,在魏无仙身上一寸一寸地按摩,脑海中却不断浮现出另外一个娇萌的小家伙。 修仙界里的魏无仙与眼前人相比,骨架更小,身形也更加纤细。 眼前的魏无仙,正值圣年,正是一生当中激情肆意,充满活力的年纪。 而那个世界里的魏无仙,情窦初开,还是一个青涩懵懂的少年。 这也许,就是两者形体上存在细微差距的根源所在。 师父,师父,你看看我。 魏英,你在哪儿? 耳边又传来魏无仙软弱娇真的呼唤,蓝湛下意识地私下查看。 看着看着,眼前白色的一切开始变得模糊。 朦朦胧胧中,透过层层水雾,蓝湛仿佛看到了那个眉目如画的少年,正笑夜如花地站在自己眼前。 魏英,本能想要伸手庸人入怀,结果却抱了一怀的冷风。 触目皆是白色的病房里,根本就没有那一抹灵动鲜瘦的黑色身影。 隐忍的泪水,在这一刻无声滑落。 第二天一大早,趁蓝夫人和魏无仙母亲,在病房里替她照顾人的功夫。 蓝湛来到护士站,询问老人家的信息。 蓝先生,您肯定是认错人了。 我们科室,的确是有一位老人家。 但是,他也昏迷不醒多日。 怎么可能晚上走错房间? 护士话没说完,似乎是想到了,起身往走廊尽头的那间病房跑去,蓝湛意识不明所以,也快步跟了过去。 病房里,面色苍白躺在病床上的人,正是昨天晚上,走错房间的那一位老人家。 我还以为,真的出现了什么医学奇迹。 蓝先生,您也看到了,老人家这个样子,怎么可能去到您的房间? 护士给老人家简单检查了一下,与其中难掩失望。 怎么,会这样? 蓝湛不可思议看着病床上的老人家,护士没有理由骗自己。 就算昨晚是自己的意识幻觉,或者是认错了人,也不可能如此巧合。 忘记,当阿线醒来之后,你们不要再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了。 你爸爸和你魏叔叔都年纪大了,你们两个就回家安安稳稳地继承家业不好吗? 是啊,忘记,这一次再也不能依着你们两个的性子了。 太吓人了。 蓝湛一头雾水地刚刚回到病房,两位母亲就先后开口。 母亲,考古是我和魏英的理想。 家业,交由兄长打理就好。 忘记,你是不是摔坏了脑子? 你和阿线,都是家中独子,哪里来的兄长? 蓝湛说完,两位母亲面面相亲了半天,都不敢接受眼前的现实。 两个孩子,一个昏迷不醒,一个在摔坏了脑子,以后的日子,还有什么希望? 文言,蓝湛才陡然想起,在这个世界里,根本就没有兄长蓝西辰的存在。 那个疼爱弟弟如命的兄长,只存在于可以修仙的世界里。 阿姨,母亲,我没事。 就是昏迷的时候,做了一梦。 梦到,我有一个兄长而已。